床上一个女人床下一个女人 常规恐怖片也就这两个地方 可你打开衣柜发现里面还有一个 年轻貌美女房客被残忍杀害 凶手用胶带捆绑把她扔进衣柜 第二任女房客和她一起两个月都没发现 那究竟是谁竟会下此狠手 2017年8月30日 江苏省警方接到一起离奇的报警 前来报警的是一名房东 他称自己的房客失踪了 而且现在还拖欠自己的房费 现在想着让警方联系一下他的家里人 把房费结了东西收拾走 他害怕自己收拾之后会有纠纷 其实这种事情非常好处理 只要给这名女房客家人联系一下就可以了 可就当警方找到女房客家人时 他家人也说孩子好久没联系过他们了 这也就证明在这两个月期间 女房客可谓是音讯全无 后来警方在房东的指引下 找到了这名女房客所工作的地方 通过她的老板和其他员工了解到 这名女房客姓方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上班了 起初还联系她 但音讯全无 老板开的是个娱乐场所 员工也是来来去去 还以为方女士又找了其他工作了呢 多方搜寻无果后 警方将方女士列为了走失人员 随后通知方某的丈夫来公安局 一起去她居住的房屋整理物品 方女士丈夫来到当地派出所之后 警方还特地派了警员一起前往 就是为了寻找屋内是否还有蛛丝马迹 方女士租住的房屋就在一片居民区 总面积还不到40平米 屋里面也没有什么凌乱的东西 除了方某的个人物品 屋里几乎就剩个床 方某还有些物品在壁橱里 房东还特地贴了封条 打开壁橱之后 警方发现别有洞天 原来这个壁橱是镶嵌在屋里面的 壁橱上面就是正常储物 可下面的空间足足能够容下两个成年人 进到里面之后 方女士丈夫摸到了一些像头发的物品 此时警方立即联系刑侦队 通过细致的勘察 警方发现里面有个柱状的物体 外面还套着塑料袋 民警当即将这个柱状物体 脱出壁橱 将它打开之后 一具女尸赫然出现在眼前 通过医务方女士丈夫辨认 这就是方女士 随后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的方女士呢 二人房客和尸体共住两个月 是求她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年轻女房客被残忍杀害 在衣柜里面蹲了两个多月 被发现是已经高度腐败 那究竟是谁竟会对她下次狠手 现场警方判断 这具尸体的腐败程度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随即将尸体带回警局进行尸检 通过法医检验证明 尸体就是失踪的方女士 死亡时间应该是两到三个月前 致命伤在颈部和左前胸部 作案之后 她还将尸体打包好 放到了衣柜中 警方判断 这位凶手应该很冷酷 那方女士消失的三个月 就没人知道吗 随即警方将和方女士 有关的人员 全部列为可疑人员 一一进行调查 首先是对房东进行询问 房东王某称 在2017年5月13日 自己还和方女士通过电话 当时方女士 已经拖欠好几个月房租了 打电话是用来催租的 方女士此时也答应了 可却迟迟没有交上房费 之后 自己再给方女士 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 当时自己还以为她不租了 于是就将房屋托管给中介 自己还把方女士的物品 放到了角落 后来中介将卫生打扫好之后 将这件房子 租给了二房客郭某 入住的时候 还特地告诉郭某 里面的物品都不要动 之后会有人来拿 就这样 郭某和尸体共住了两个月 那在这两个月期间 难道她都没有闻到气味吗 起初郭某闻到了腐烂的味道 她还特地联系了中介和房东 中介又找了个阿姨 重新打扫了一遍 阿姨也就是简单地清扫了屋里的地面 随后将味道归结于下水道一味 而且江南经常下雨 难免会有霉菌的味道 时间过了长达两个月 期间屋内还居住过其他人 还被打扫过这么多遍 可以说屋内的物证 基本上被全部损坏 而且两个月的时间 周边的监控基本上都被覆盖 那这起案件到这里会变成悬案吗 警方随后又回到屋子里 进行了几个小时细致的勘查 警方在屋内的一卷胶带上 提取到一枚重要指纹 经过比对之后 发现凡是进过这间屋子的都不匹配 那么这枚指纹又是谁留下来的呢 年轻貌美女房客惨死出租之中 事后凶手还将她藏尸衣柜 第二任女房客与她共住了两个月都不知道 这心里阴影面积直接拉满 那究竟是谁竟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两人究竟有什么仇怨呢 指纹比对无果之后 警方又对周边的居民 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调查 就在警方调查的过程中 方女士的同事突然联系警方 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信息 在前一段时间 方女士和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关系密切 听口音像是一个东北人 每次她跟方女士聊到她 方女士表现得都很幸福 可这个男的叫什么 她却不知道 警方根据方女士手机中的聊天记录 找到了这名男子 这名男子姓王辽宁大连人 根据聊天记录 可以看出两人很暧昧 可妨女士失踪这么久 她竟然一点不担心 而且她还在同一时间里消失了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这名王某曾经有诈骗前科 所以根据指纹直接比对上 此时 警方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搜查 特别对厨师行业进行了排查 因为这名王某 曾经是一名厨师 可连续几个月 警方都没有找到她 随后苏州警方直接在室内发布悬赏 悬赏张贴的几天后 一名饭馆的老板找到警方 称自己店里面的一名新厨师 和悬赏上面的人非常相像 警方根据蹲守调查 最终确认了这名嫌疑人 正是失踪的王某 随即警方经过精密的布控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一举抓获 落网后的王某看着铁证 交代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王某称自己和方女士是在2016年相识的 当时自己在方女士面前 是一个有钱人的形象 两人感情也是迅速升温 没过多久 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起初方女士要什么 她都给什么 自己的工资也是如数上交 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方女士发现王某不是富二代 这些都是她装出来的 而方女士平时大手大力 王某的工资根本满足不了她 就这样两人逐渐产生了矛盾 后来一次 王某去方女士家中 偶然方女士说自己是有家庭的 并不是孤身一人 王某此时才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 随后两人就发生了争执 她就动手行凶杀害了方女士 后来江苏省苏州市对王某做出判决 被告人王某犯 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王某也为自己做下的苦果负了责 王某 王某 王某